前寿风乡长曾淑于被控以5万元行贿对手要求放弃参选乡长 一审判处4年徒刑 而日前二审逆转改判曾淑于无罪全案定院 8号上午曾淑于在服务处前被其清香素果祭拜上昌感谢保佑 而代表会的主席郑美乡还有乡内村长还有地方士绅都到场为曾淑于道客 前寿风乡长曾淑于民国107年当选 但涉及在选举期间透过许姓友人 以新台币5万块钱要求有意参选乡长的谢姓男子弃选 改选项面代表但交谢男拒绝 原本一审判处4年徒刑 日前二审逆转改判曾淑于无罪全案定院 3月8号曾淑于在服务处前被其清香素果祭拜上昌感谢保佑 感谢各自亲朋好友对我跟我先生刘耀宗的信任 还有一些的支持还有乡婷到今天来我们的官司已经结束 那还我们的清白那我们两夫妻一定会同心手牵手为大家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包括项密代表会主席郑美乡 乡内村长地方士生都前来为曾淑于道客 妇女节快乐 大家合家平安 今天来这里恭喜曾乡长还有祝福他们贤抗力 都是为了我们送相互出 我们代表会也一样 大家都同心协力把寿风做好 我们也会监督我们公所的各项施政 我们都看到了他坚持他的理念 就是服务的理念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让我们钦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 这次的最主要是这个案子已经判决确定 说是定验为无罪 这是我们最欢喜的一件事情 我们刘乡长跟他的团队 还有我们他的一人当行 两人服务的他这个态度精神 我想是让我们送相亲的一个肯定的 在这边要恭喜我们曾乡长 的这个官司总算是还他的清白 在这段时间他备受了煎熬 我们也非常的心疼他对寿风乡的钟爱 曾书宜的夫婿现任寿风乡长刘耀忠表示 他们夫妻俩的初心永远不会变 尽心尽力建设寿风乡 打造更宜居舒适的乡镇 借刘弥顺受风乡报道